好 来看到这关于是Omicron的新亚型变异毒株 目前这个B1.4跟B1.5是已经扣关台湾的边境 我们在境外的个案当中发现了不少例 但目前还没有进到本土社区以及医师认为 这新亚型病毒株在全球的疫情没有出现指数型的成长 所以大家也还暂时不用太过恐慌 我们就看到关于是Omicron家族的这些变异毒株 目前在全球的占比来讲 在这个主流的还是BA.2 在全球占了百分之三十三 而台湾比较多的是BA.2.3 在全球是占了百分之七 这两个是有在逐渐的下滑当中 因为另外三个新的病毒株是BA.2.1 是快速增加了两倍来到是百分之十七 还有BA.4是成长四倍来到百分之八 以及BA.5是增加了四点三倍 变成是百分之十三 是有明显的在全球增长当中 不过我们看到是这位是医师的潘建志 他就说这新的病毒株还没有出现指数型的成长 而全球疫情还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低谷状态 因美国家只是小小的波动而已 而我们不用过于恐慌之外 但是要对于这个新的病毒株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Omicron的原始病毒株以及过去的亚变种 比较容易去感染非肺部的组织 不过现在好像又出现了变化了 再把时间交给运文 好 今天先来看到关于这个BA.4跟BA.5 这个新的亚型病毒株 虽然还没有进到社区 但是我们指挥中心也说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进到我们本土社区变成本土疫情在传播 而目前国际认为这两个新病毒株可能比较有风险 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科学期刊呢 指出呢这个不管是在抗体或是T细胞来看 Omicron的自然感染都不会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 换言之很有可能会短期之内重复的染疫 是要提醒大家的 那我们再看到这位是东大的专家认为说呢 这个BA.4 BA.5跟这个BA.2.1 2.1 这三个新亚型毒株可能已经进化到了 是会容易感染到肺部的细胞 尤其是这个BA.4跟BA.5呢 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 这对全球的这个工卫的风险 都是比之前的BA.2来的高的 而现在这个新亚型毒株呢 似乎是回到了更危险的状态 就是会进入到肺部的下方位置来感染 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形 所以也呼吁是这高风险族群 要尽快打这个第四剂疫苗 而台大工卫系教授陈秀熙 计算出大约有376人确诊死亡 没有通报 而背后什么原因死而未报呢 继续的请教运文 好了看到了这根据的是台大工卫教授陈秀熙 他依据的超额死亡数跟已公布的死亡数 还有遭排除的死亡数 来算出全台大约有376人 是因为染疫确诊而死 但是却没有通报 所以这个未通报的并莫率是12% 但是呢 这数字也并非是指挥中心不想申报 想隐瞒 而是可能因为患者自己呢 不想被通报 是个比较心酸的原因 我们就来看到 这根据是万华的医师表示 因为有些长者 他呢是希望能够在家里 有家人陪伴之下过世的 而不希望是在医院当中 孤独的死去 因为现在呢 医院是不能够陪病 不能够探病的 那如果确诊的话 送医之后呢 就变成是你单独在医院当中 等待死去的过程 很辛酸 所以很多老人是希望 有家人陪伴在家里过世的 我们就来看到是 现在卓中心表示呢 其实整个公布死因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的是 搜集病例然后审查之后 再公布这个死亡 而现在已经是不会 每天公布完整的死亡数据 也就是这个 每天公布这个 全死因的死亡数据 就怕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但是考虑会来定期的公共 相关的死亡的分析报告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